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禁度在 罗马书14章13到23节 这个是接续昨天的禁度 提到在罗马教会 有一些犹太人 他们后来信了主 我们知道犹太人 他们很遵守饮食的条例 他们也会守一些节旗 那么我们知道信了主 凡物都可以吃 凡物都洁净 所以有一群人 他们是信心刚强的人 他们相信百物都可以吃 但是这群软弱的人 他们的软弱需要被爱心的扶持 所以接续昨天的这个思路 在第13节保罗继续说明 所以我们不可在彼此论断 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 放下绊脚跌人之物 在现代中文译本 会比较清楚他的意思 他说所以我们不可在彼此评断 应该立下决心 不做任何使人跌倒犯罪的事 跌倒不是说我们用绳子 使人家在路上半叠擦伤 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里指的是信心的跌倒 信心的软弱 使人信心后退 这件事情 所以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结论说 我们不要在彼此论断 不要在彼此攻击 刚强的人不要去轻视不吃的人 吃肉的人不要去轻视不吃的人 那么不吃的人也不要论断吃的人 不要彼此的论断了 那么反倒要下定决心 不要害人家跌倒 所以保罗在这里 点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基督徒的行动 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是单单顾虑 到底我们所做的 是不是正确而已 更应该考虑的 更优先的是我们的行动 对其他弟兄姐妹的影响 这个教导其实是很关键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仔细留意 在教会里面 我们把这个原则 好好地活出来 教会会少了很多的纷争 很多的结党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 再来做结论 十四节 我凭着主耶稣 却知深信 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凭着主耶稣 是指着保罗他有从主来的领受了 却知深信 所以保罗心里面很确实的知道 相信了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事实上都是上帝所洁净的 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 在他就不洁净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犹太人 当时犹太人来讲 他们所吃的肉 除非是按着他们的规矩 所宰杀的肉 否则呢 在市场所买的肉 他们会觉得 特别当时候有皇帝崇拜 而且罗马帝国又有很多的偶像崇拜 会不会这些肉是祭拜过的啊 或者是怎么样 没有按照规矩 所以他们不吃 那他不吃 对他来讲 他自己内心 他良心过不去嘛 所以对这个不吃的人而言 他就等于是不洁净的物 对他来讲 他要违背去吃 他是过不去了 所以四五节说 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 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 基督已经替他死 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 这在讲什么呢 这是说这群刚强的人 他们吃肉的人 看到有一群犹太基督徒 不吃肉只吃菜 因为他们在那里 不容易拿到按规矩宰杀的肉 所以他们就责备他们说 你这样不吃肉 是信心软弱的表现 你这样不吃肉是不对的 你必须吃肉 才能够显出你的信心 可是这些人吃肉 他就良心过不去 所以你变成 因食物叫弟兄忧愁 保罗说 这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啊 不是 虽然你正知正确 你讲的都是对 头头是道 可是事实上 你违背了爱人的道理 保罗特别还说 基督已经替他死 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 败坏是特别指的是 信心的动摇 基督成全他 为他死 可是你现在却要 毁掉他的信心啊 不可叫你的善 被人毁谤 这个你是指刚强的人 这个善是指说 相信百物是可吃的 这些刚强的人 相信百物可吃 被人毁谤 那个人是指软弱的人 你认为百物可吃 这是对的 是好的 但是你不可因着 你在信心里面的自由 去勉强这些软弱的人 让你的百物可吃的 在信心里的自由 这件事情 被这些软弱的人来攻击 来毁谤 因为真的叫他们忧愁 17节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 就为神所喜悦 又为人所称许 保罗在这里提出了一个 关键的原因 保罗说 神的国 神的国度 不是借着吃什么 喝什么 不吃什么 不喝什么 来得着的 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是因性成义 我们不是因为遵行这些律法 或者说吃或不吃 这些道理 神的国 是在乎的是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这里有两个解释 一些学者认为 这是指客观的 公义是指神使人称义 和平呢 是指与神和睦中的平安 圣灵中的喜乐呢 是指在神荣耀盼望中的喜乐 但有另外的人觉得 从上下文 他很可能指的是 公义是指正当的行为 和平呢 是指彼此的和睦 圣灵中的喜乐呢 特别强调的是 在彼此相爱接纳 当中得着的 从圣灵来的喜乐 我觉得不一定要特别这样分 我想从神来的称义 与神的和睦的和平 在神荣耀的盼望中喜乐 他所带来的本来就是 一个正当的行为 彼此的和睦 以及彼此相爱接纳当中的喜乐 当然如果我们从文艺上 我们把它看作是后者 会比较容易理解 保罗意思是说 神的国 我们坚持在那些滋为末节 吃肉不吃肉这种事情 神的国不是在这些事情上面讨论 神的国更要彰显出来的 是正当的与人的 合一的互动 公义的公平的行为 和平是指说 彼此的和睦 彰显出来的是 彼此接纳彼此相爱 那个圣灵中的喜乐 所以十八节就说 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 也就是说 你与人有一个 合一的正当的互动 和睦的关系 彼此相爱的喜乐 在这几样服侍基督 就为神所喜悦 又为人所称许 所以这里 有没有看出来 保罗在讲一件事情 有一群人 他们是信心相对刚强的 保罗也说 他们这样的理解是对的 他们知道凡物都洁净了 保罗在十四节特别讲 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 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保罗也同意这群刚强人 所相信的 凡物都是洁净的 都可以吃的 可是犹太人 他们就过不去这个坎嘛 他们不吃 那这群人 政治正确的人 就不断的 好像给他们压力 使他们忧愁 他以为他在做一个正确的事 殊不知 他这样做 恰恰违反神的心意 恰恰在破坏上帝的工作 所以保罗就说 十九节 所以我们勿要追求和睦的事 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反倒要追求彼此的和睦 不可因实物 毁坏神的工程 神的工程所指的就是教会 特别是教会 神要建造建立人的信心 那你却用食物叫人忧愁 使人信心跌倒 凡物固然洁净 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 就是他的罪了 没有错 百物都可吃 没有错 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但是你却因食物叫人跌倒 那么就是他的罪了 无论是吃肉是喝酒 是什么别的事 叫弟兄跌倒 一概不做才好 保罗把这个优先次序做了一个调换 就是说 不是你的政治正确 你在信仰里面的一个行动正确 更正确的应当是看重你对弟兄姐妹的影响 在乎关心弟兄姐妹的信心 所以保罗就强调说 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 就是不受良心的责备就有福了 你觉得百物都可吃 都是洁净 好啊 那你就在不受良心责备不自责的事 就说你真的理解 你真的这样确信 然后你也这样吃 这是有福的 可是相反的 若有疑心而吃的 就必有罪 为什么若有疑心而吃 就必有罪呢 也就是说 你自己觉得 这样做会得罪神 可能会得罪神 但是你又去吃 你仍然去吃 那么事实上你就真的得罪神了 就说你觉得你吃这个是得罪神 冒犯神 可是你的心态却仍然坚持去吃 那么这件事情确实就是一件冒犯神的事 这个的罪不是说在神面前被定罪 我们知道我们的罪都归到耶稣基督身上 保罗要强调的是 这个是一个罪行 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 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这里是要跟前面那一节做对比 前面22节是说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 就说没有错 我认为百物都可吃 那么我也真的吃它 我也没有良心的亏欠 我真的也吃它 这就是有福了 可是另外一个人 我觉得吃呢 是冒犯神 可是他在觉得会冒犯神的情况下 他仍然吃 那么这件事就真的冒犯神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态度上在冒犯神 那么我们回头过来看这件事情 我说为什么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更仔细的去理解它 因为我刚才讲 这一群刚强的基督徒 他们所讲的内容是正确的 性百物都可吃 就是说 凡物本来没有不接近的 所以这群人的理解是正确的 那他们在告诉软弱的基督徒说 你们必须吃 你们应当吃 那么这个政治正确 保罗说 因食物 叫弟兄忧愁的这件事情 你正好是在毁坏神的工程 你正好是在败坏教会 败坏上帝的工作 也就是说 你以为你在做对的事 可事实上你在得罪神 那我不是说教会不要有规矩 不要有秩序 不要有教导 而是我们的行为 必须留意弟兄姐妹的反应 那么在教会里面 比较多会讨论到的 其实在别的经文有提到 包含吃血 有些基督徒吃血 有些人不吃血 那么我们信百物都可吃的话 那有些人就都吃了 那你吃 你不要去轻看不吃的人 那你一直告诉不吃的人说 你要吃啊 反正物都洁净 你祷告洁净你就吃啊 你逼他吃 你就是害他 你在败坏神的工程 你以为你在做对的事 但事实上呢 你正在抵挡神 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隐藏的邪恶 为什么我说 它是一个很隐藏的邪恶 因为我们讲的内容是对的 可是我们是没有爱心的 我们正在毁坏神的工程 包含祭拜过的食物 包含这个前面讲 各样其实我们都可以 把它变成一个律法 特别有些人在教会里面 他很容易成为信仰的纠察队 他会一直说 这个说那个做法 做错 他讲的很可能也是对的 从他的观察 从他的角度 但是呢 殊不知他可能正在毁坏神的工程 不是为了讲而讲 去显出自己好像很厉害 他可能也带着某一种的忧愁 但是事实上 他正在毁坏神的工程 这是一个隐藏的邪恶 求主怜悯帮助我们 这个是不容易觉察的罪 如果我们 因为这个事 那个事 因为食物 或者因为聚会的时间长短 仪式 各样各样的东西 我们去使人信心跌倒软弱 那是我们在得罪神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有智慧 做这样的觉察跟判断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原来过往 我们有很多时候的坚持 并不是那么必要 因为我们实在知道 神的国 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亲爱的主 求你帮助我们 真实地活出彼此相爱的心 那些相对的真理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看重我们的行为 怎么样影响弟兄姐妹 而不是只看重 只看见我们那个 所坚持的政治正确 求你怜悯 好叫我们在合一的群体里面 不要再做那毁坏的工作 谢谢主 去继续光照我们 提醒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